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定山溪的自然之村 那這個地方有提供冬天露營 那看到我身後就是蒙古包 因為它費用非常的便宜 你知道多少錢嗎 只要3900塊日幣 而且可以睡7個人 然後這邊也有提供小木屋 費用也是非常的便宜 如果你覺得睡文武包睡袋有點辛苦 這邊也有小木屋 我等一下就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那費用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那這邊所有的一些營火啊 然後一些裝備都可以在這邊租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都是幾百塊日幣而已 今天我主要是受雜晃室觀光的邀請 來體驗冬天露營的感覺 那我今天不會在這邊過夜啦 但是我會整個介紹這個自然之村的整個環境跟它的收費喔 那我覺得在冬天露營真的是非常特別的體驗啦 那我今天整個流程逛完喔 再跟大家說一下我的心得喔 然後這邊這個露營場啊 有提供很多裝備租借喔 那我們要在這個雪地裡面要起一個營火喔 那都要自己來啊 這個好像一個 我也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好 OK 然後這邊有提供這個 他們看好的拆火喔 那這一攬7公斤900塊日幣喔 也是非常便宜的 然後呢 我們要開始起火囉 學校參加社團跟女生聯誼男生都要起火喔 像我常常去跟女生聯誼 起火一流的 應該差不多了啦 然後這個細的就要插在中間 這裡他說昨天零下負十幾度 其實今天也有負五度 他說今天蠻暖活的 超冷的 要點火囉 我們點火囉 看這樣能不能燒起來 超冷的 我們今天跟我們一起來露營的 還有Iku-san 他住在北海道已經住了差不多幾年了 12年 12年喔 雜晃老司機喔 還有另外一位 小禮 嗨 就自我介紹一下 就來錄影啦 哈哈哈哈 對上次他有跟我們去汽車錄影 對 就是我們來雪地錄影啦 對 到處錄影 哈哈哈哈 現在我就帶大家參觀這個蒙古包喔 真的是一個蒙古包耶 空間還蠻大的 那進來要拖鞋喔 那他說可以睡7個人 那這邊也可以租到睡袋 然後中間就是一個暖爐喔 看到沒有 哇 這個燒沒有的費用是含在3900塊日幣裡面喔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喔 那整個蒙古包裡面溫度還是有一點冷啦 特別是這個地板 這個還蠻冷的 所以真的 要帶睡袋來然後 可能要襪子要穿厚一點喔 他們兩位在外面生營火喔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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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去煮西班牙燉飯囉 好可憐喔 我們先去吃飯 我們要去做西班牙燉飯了 等一下要在雪地上面吃飯了喔 心不興奮 超興奮的啊 超興奮的啊 我們現在要走去他的料理洞喔 裡面的設備都非常的完善 那這個露營場呢 夏天非常多人來露營 環境超級棒的 非常推薦喔 這邊有提供盥洗的地方喔 好那現在因為關閉了 那是十分鐘 一百塊日幣喔 來現在來參觀他們的調理室喔 看到我們的小李跟伊苦 正在料理我們的食物喔 哇這個蝦子Size很大耶 什麼Size的 2L 2L的喔 哇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台灣最溫柔的男人小李 那你在幹嘛 我再把我們等一下要用的材料 這個備料 然後 這個是我們後岸牡蠣 非常的好吃 後岸牡蠣喔 不是牡蠣耶 看我沒講錯 這是什麼東西 後岸蛤蠣 後岸蛤蠣 好小一顆耶 後岸牡蠣 這不是牡蠣啦 牡蠣很大顆 這個料理室真的非常的乾淨喔 你看這個 這個好像一顆鏡子喔 超乾淨的 這也是免費使用的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食藥喔 那也是可以免費使用喔 那你夏天要調理食物啊 然後烤雞啊 烤肉啊 烤什麼都可以喔 然後現在工作人員要帶我起火了 然後這邊也要自己起火喔 那剛剛工作人員已經交完我了 非常的簡單 現在要點火囉 那我們現在先起火喔 先把火起好 等一下把西班牙燉飯準備好 就在這邊烤喔 他說差不多要烤30分鐘喔 現在就有我們伊庫把我們的海鮮燉飯放在食藥裡面這個燜烤喔 哇為什麼有放蝦頭啊 蝦頭的話知道這個有湯頭可以熬出來比較鮮甜喔 喔老司機喔 喔 喔 哇這個火喔 很大欸 然後蓋子要蓋起來 不然這個煙燻了 欸 超級好 好 好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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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來參觀小木屋囉 小木屋前這邊還有一個桌椅喔 蠻大的可以坐到八個人 我們進到小木屋了我們看可以睡幾個人喔 哇這邊還有一個獨立的廁所 然後有一個洗手台喔 然後這邊可以睡一個人 喔還有閣樓欸 我上去看一下 這邊睡個四個人 沒問題喔 然後這個小木屋呢 一個晚上呢 可以睡五個人 只要四千七百塊日幣喔 哇 這邊還有暖氣耶 還有冰箱 然後看出去整個雪景喔 哇 超棒的 哇 哇 這個才四千七百塊日幣 這邊可以睡五個人耶 其實可以睡很多人 你會想來嗎 會 想來 睡袋組合有枕頭 墊子睡袋喔 只要五百五十塊日幣喔 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帶了 來這邊直接租喔 然後這邊是他的管理洞喔 那這邊所有的裝備都可以借到 他費用都在這上面喔 那大致上都沒有很貴啦 帳篷也有在租借喔 那帳篷看一下 差不多是兩三千日幣的 他這邊有個套餐組喔 八千塊日幣喔 整個管理洞的 設施都看起來非常的新啊 空間也蠻大的 這邊是什麼皮呢 應該是鹿皮吧 我覺得我今天就是花花 然後這個露營場 冬天很多日本人來露營喔 看到右手邊 然後這邊也是露營喔 然後上面還有自備暖爐喔 還有那一根好像煙囪的凸出來 哇冬天露營耶 太新鮮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北海道這個除雪機喔 看人家怎麼除雪的 然後他要在右前方這邊做一個溜滑梯 讓小朋友玩雪盆喔 所以他把雪都噴到那邊去 哇 海鮮燉飯好囉 哇 等一下我們去雪地裡面吃這個海鮮燉飯喔 今天來露營的人還不少耶 哇 我們要在雪中吃我們的西班牙燉飯了 超冷的 但是海多 北海道人這邊露營喔 都不冷的 我們剛騎的焚火也燒光了 這個公眾人還要再幫我們騎喔 一言請 鳥山圈的村 各位來這裡 大家來這裡 焚火 耶 太好啊一定要來喔 哇 我們現在就在吃我們的西班牙燉飯 你看看後面一個雪景超漂亮的 還有這個燉飯 然後前面的焚火 這個焚火喔 也是蠻溫暖的啦 而且今天的費用真的非常的划算喔 為什麼這麼划算啊 因為這邊的話其實不是引力為目的 它是以政府的機構為主 所以的話呢 會讓大家來做更多體驗大自然喔 嗯 這邊的費用 你上他官網看 我會把我的官網的一個資訊 放在我的資訊欄喔 大家去看一下喔 費用真的非常的划算 下次來北海道也可以來體驗冬天露營喔 這邊是定山溪自然之村 耶 北海道裡去 掰掰 有蘑菇 好 有蘑菇 不 boats 好